这西山的鬼市 被黑白无常带领的寻补房一窝端了 卖毒药的老毒物也被我们解决了 从老毒物口中 我们得到了鬼王的消息 阎老九把狐仙姑和赵八都派去干别的了 仅带着我一个人就进了九阴山 师父 就咱们俩去吗 那狐仙姑和赵八他们不用来吗 他们来不但起不到什么作用 反而是累赘 可他们都比我厉害呀 怎么你怕了 你不是说这个鬼王很厉害的吗 是很厉害呀 说实话呀 我们这个小队伍中 那赵八和狐仙姑的战斗力 那可比我强太多了 没有他们在 我还真的有些心虚呀 不过呀 你放心吧 我们有很厉害的帮手 这鬼王手下的人都那么邪门 更何况这个鬼王了 不过阎老九却说我们会有很厉害的帮手 啊 师父 是地府来的什么厉害的人物吗 他曾给我讲过呀 什么地府的地藏和中魁那都是厉害的角色呀 难道他们会来帮忙 我不禁兴奋了起来 你别问了小生子 你会见到的啊 我马上燃起了期待 可是阎老九的语气又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呢 师父 你看那儿 我们师徒俩正走在去九阴山的路上 边走边聊 突然眼前一道强光闪过 接着便是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 一大片诡异的乌云笼罩在了九阴山最高的山顶上面 这云中隐隐有强大的闪电滚动 但是却只围着九阴山的那一个小山头打转 不好 那个鬼王在布阵呢 阎老九的脸色一变 便猜到了鬼王一定在那个山顶上有什么大动作 走 过去看看 我们不敢再悠闲的走了 瞧准了方向就跑了过去 可这说起来简单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 这一通急跑可把我们给累坏了 直到半个时辰以后 我们才跑到了山顶 此时那山顶已经不知打下了多少道炸雷了 我们俩悄悄地趴在了一块大石头的后面 向那山顶的凹陷处看去 就在那里已经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洞口正站着一个人 这个混蛋 大阵就要成功了 说实话 跟着阎老九这么久 对付的还都是一些普通的恶人 这么大的场面 我还真的没见过 完全被惊呆了 同时我还被那雷电交加的大阵中 站立的人影给吸引住了 这哪里还是人呢 恐怕是只有神佛才能做到吧 正在这时 又一个天雷击下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看到了从地上的大洞中 浮起了一个发红光的巨大的鬼字 这个大字 把那个人完全笼罩在了中间 那人的气质突然一变 一股灵力 嗜血的气息散开 真的就像是传说中的鬼王啊 接着就见他的双眼中 冒出了一道红色的金光 突然一声大吼 我就见到一股青紫色的气体 与此同时 又是一道更加厉害的天雷 从天上哄下 直直地打在了洞中 师父 他在干嘛呀 他要打开鬼门 放出十万恶鬼啊 我当时已经傻掉了 半天才问出了几个字 听阎老九说呀 这九阴山这块地方 那是鬼门在洋间的一个出口 啊 师父 十万恶鬼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而他不断地引出鬼气 惹来天雷轰炸 实际是要以天雷击穿鬼门 好让地狱的十万恶鬼出事 好吧 我就给你讲讲他要干什么 至于我问起鬼王真正的目的 阎老九表情凝重地给我讲起了鬼王的身世 原来鬼王的前世生于六百多年以前 是一个小山村中普通穷苦人家的孩子 鬼王从小就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 刚满七岁就可以独自进山 猎杀一些小动物来补贴生计 爹 娘 怎么样 看我厉害吧 谁让你上山的 好样的 不过一定要小心啊 不然你娘会担心的哦 嗯 日子虽然贫穷 但是父母非常爱她 一家人也是生活得十分幸福 后来她又有了一个小妹妹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那鬼王也许只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成为一个出色的猎人 可是就在某一天 那村子里传来了一阵疯狂的砍杀声 和村民的哀嚎声 原来啊 当时天下大乱 匪徒猖獗 一伙山贼冲进了这个平静的小山村 他们见人就杀 见财就抢 把孩子藏好 我出去看看 为了保卫家园 鬼王的父亲 让母亲把两个孩子藏好 他却冲了出去 快 快躲起来 外面的喊杀声越来越近 母亲把她和妹妹 藏进了一个倒扣在地上的水缸之中 娘 照顾好妹妹 千万不要出来 知道吗 当时只有七岁大的鬼王 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就抱着几个月大的妹妹 被娘关在了漆黑的水缸中 外面冲天的喊杀声似乎就在耳边 他似乎也听到了母亲的惨叫声 他害怕得紧紧地抱住了妹妹 一声也不敢坑 这砍杀声和惨叫声 不知什么时候停止 当鬼王用尽力气 从水缸中爬出来的时候 那天已经黑了 但是家里和整个村子里面 一丝声音也没有 安静地让人窒息 家里的地面上 有一大滩的血迹 鬼王胆战心惊地抱着妹妹 沿着血迹向外走去 血迹一直延伸到了村后的空地上 可是当鬼王看到眼前的一切时 他幼小的心灵就像是被掏空了一般 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杀光了 没有一个幸存者 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 尸体堆得老高啊 看到眼前触目惊心的一幕 鬼王呆住了 不知是被吓傻了 还是彻底地绝望了 他抱着妹妹无助地站在那里 爹 娘 好半天呢 他才反应了过来 鬼王在上百句的尸体中 找到了父母 他把父母埋葬了去 可两个年幼的孩子 要怎么生活下去啊 谁都没想到 鬼王做到了 一个七岁的孩子 凭着自己会打猎 咬着牙坚强地活了下来 虽然是鸡一顿饱一顿的 但是他们还是活下来 这样的日子过了四年 慢慢地 鬼王长大了 他的妹妹也快五岁了 哇 好伤呀 哥哥做的东西最好吃了 因为村子里面 经常会被山贼洗劫 鬼王在山林中 搭建了一个小木屋 重新地安置了自己和妹妹的家 此时的妹妹 是鬼王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他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自己的妹妹 宁愿自己爱饿 也舍不得让妹妹受苦 瘦弱的肩膀 担起了这个小小的家庭 妹妹 你慢点吃 你女孩这么狼吞虎咽的 你会嫁不出去的 我长大以后 要嫁给哥哥嘛 我才不要你这个小丑八怪呢 看着妹妹一点点的长大了 她心里是特别的高兴 妹妹是她努力下去的唯一支柱啊 哥哥 你怎么不吃呢 哥哥还不饿 你快吃吧 兄妹俩的日子过得贫穷 可是却很快乐 但是上天并没有就此放过这对可怜的兄妹 有一天呢 这鬼王让妹妹看家 自己背着打的猎物 去山下的集市上去卖 本想着多少能卖一些钱 给妹妹做一件新衣服 因为马上就要入冬了 自己可以冻着 但是妹妹不能没有棉袄啊 那可是会生病的 那一对马皮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就冲到了小姑娘的进前 吓得人群中是不停的有惊呼着 当鬼王看到那个小姑娘的时候 那脑子顿时就炸了 那竟然是自己的妹妹啊 小元 快回来 大人知道躲避 可孩子却不多 此时 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 出现在那大街的中间 原来啊 妹妹在她下山以后 也偷偷地跟着跑了出来 不过进了集市以后 这人太多了 妹妹就跟丢了 不等鬼王冲上来 那一切就说了 那一切就都完了 上百匹的战马跑起来 又哪会避让一个小姑娘 小...小...小元 当鬼王冲过来的时候 妹妹已经死了 小元...小元...小元... 鬼王就觉得天都塌了 他恨自己没有保护好妹妹 他发誓要照顾妹妹 一生一世的 大人 那孩子死了 哼 一个小贱民 死了就死了 走 进城领宫 就在鬼王陷入 无尽的自责和痛苦中的时候 那官兵的队长 说了一句彻底激怒她的话 自己妹妹的一条命 在他们眼中 竟然连一只蚂蚁都不如吗 他们没有本事 救灭山贼 就知道欺负老百姓 小崽子 快滚开 哎 臭小子 你 当一个小兵过来 连鬼王离开的时候 那鬼王趁机就抓住了他的兵刃 一招 你们这些混蛋 建民就不是人吗 紧用了一招 鬼王就杀死了那个对妹妹生命看得如草芥一般的队长 其实并不是鬼王有多厉害 而是极度的愤怒激发了他体内的魔性 他杀了队长 不能让他跑了 其他的士兵说是要上前抓住鬼王 可是鬼王一个嗜血的眼神就让他们没敢走上前一步 就这样 官兵们眼睁睁地看着鬼王抱着妹妹的尸体 投出了几阵 鬼王埋葬了妹妹以后 也没法在家乡待下去了 只能远走他乡靠讨饭为生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三年 那鬼王已经十五岁了 在讨饭中 他结识了一个小伙伴 二狗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没事 二狗 我们不能一辈子要饭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哪有什么愿望啊 只要能吃饱饭就行了 哼 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 这两个人呢 是白天要饭 晚上就住在山上的破庙中 讨饭时难免会被人欺负 不过鬼王那时候就很勇猛 会狠狠地揍回去 他从不主动欺负人 慢慢地也没人敢欺负他了 而且他总是能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小伙伴 那你呢 我 我要建立一个公平的世界 没有高低贵限 人人平等 每个人都能吃饱饭 鬼王的理想 在二狗眼中 那完全是天方夜谭呢 这世道 哪会有那样的神仙世界呢 两个人正聊着 突然听到门口传来了一阵笑闹的声音 老大呀 你太厉害了 那还用说 去 把那车上的东西都给我搬下来 那是一伙土匪 经常在打劫之后 来到这个破庙分赃 也曾欺负过两个人 不过见鬼王硬切 也就不再招惹这两个小叫花子了 今天这伙土匪不知道又去了哪个大户人家 除了抢了不少财物以外 还扛回来了一个姑娘 抓了一个女人 老大的一句话 让下面那七八个土匪都高兴坏了 一个个奸笑了起来 可这时 二狗看到鬼王一声不吭的就站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去啊 这事你管不了 那女孩跟咱也没关系啊 不 有关系 二狗了解他 知道那伙土匪今天太过分了 让他看不下去了 不过那伙土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 为了一个不相识的姑娘 真的不值得呀 我没告诉过你 我曾经也有个妹妹 可是 可是他们太厉害了 不等二狗再说什么 鬼王就猛冲向了那伙土匪 这伙人大概做梦都没想到 平时与自己经水不犯河水的小乞丐竟然会突然出手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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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哎 怎么了 那土匪老大听到声音 忙着回头看去 砰的一脚 别看那个家伙八尺的身高 壮硕无比 可愣是被踹出去了七八米远 你欺负弱小 会让你感觉到快乐吗 这伙土匪平时是杀人越货的事做得太多了 哪会吃这个亏呀 老大一声令下 那伙土匪就把鬼王围了起来 其实不用他们上前 鬼王就已经大吼着冲了过去 兄弟们 给我杀了他 小子 你找死啊 当先那个土匪手中还钻了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大刀 可是鬼王就像是没看见一样 一拳就轰了上去 那土匪的刀还没有机会挥出 一股强大的力量就轰到了他的胸膛上 这伙土匪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个壮硕的汉子竟然能被击飞到了半空之中 这伙人都愣住了 可是鬼王的攻击却刚刚开始 躲在庙门外观战的二狗 重新的认识了这个平时一直保护着自己的大哥 那已经不是一个孩子 不是一个人能办到的神迹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七八个汉匪竟然被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全部打倒在地 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那土匪的老大也被打服了 对不起 我 我们也是寻常百姓啊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 才走上了这条路啊 慢慢的 又迷失了良心 竟然说出了服软的话 而且他的话也没有错 若是天下太平 大家都能吃上饱饭 谁会做着丧尽天良的事 好 这样 既然如此 那就和我一起建立一个公平的世界吧 啊 公平 公平的世界 鬼王的邀请 就像是给了这群混吃等死的土匪 敞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对 我们一起吧 看着眼前这个语气坚定的小伙子 他们似乎看到了未来 他们都相信 相信这个像神一般的少年 会带领着他们创造一个神迹 哥 我 我也能参加吗 当然 每个人都可以 因为这里一切公平 就这样 那鬼王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队伍 通过几年的时间 他让队伍越来越大 越来越强 他带领着队伍 将自己出生的小村庄保护了起来 收纳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他们开荒种地 还真的建立起了一个公平的世界来 可村子越来越富裕啊 就会引来其他土匪的注意 经常会有土匪进攻抢夺 而每到这时 那鬼王都会带领着兄弟们 冲在保护村子的第一线 当他击退的敌人越来越多 收边的人也越来越多 他建立的太平世界 也越来越大 而他那个时候 才十九岁 要不要一起来建一个公平的世界啊